散裝航運狂飆,現在還能加碼嗎? 基本上我認為不行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千涵 今天歡迎華信投股曾志祥分析師老師好 千涵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近期的散裝航運股呢是狂飆當中啊 那現在這樣子急漲的狀況下呢 是不是該獲利了結還是可以再加碼呢? 基本上散裝航運的一個部分 的確這幾天其實你股價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有一些特定的法人 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單位 它其實有在偷賣的一個現象 所以在這邊我會建議投資朋友 如果說你是有像是新興會 像是域名這種比較正統的這個 這個散裝航運的部分呢 你可能逢高 你可以採取一個比較折衷的一種做法 就是說策略性的分批調節 就是說你可能可以先 像以2605的新興來說 它在最近這幾天連續往上衝刺 衝刺到今天這個時間點呢 它出現一個多況的跳空缺口 那當然今天它的成交量已經放了出來 到目前我們錄影的時間大概還不到11點 它的成交量已經明顯比昨天多快一倍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它股價它還沒有很有效的往上拉出 進步的比開盤價更高的一個位置 這背後就代表什麼? 代表是說今天開盤上去之後 其實多空正在做角力 有些人想要追 有些人正在偷賣 所以才會造成量放出來 在這個位置 它目前我們截圖的時間 它呈現一個有點偏向一個小小的死字 的一個原因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呢 我會建議投資朋友 你先獲利賣一半 先用策略的一個方式來做 因為畢竟以前 像我們以前在這個投信部門 或者是在外資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控管的大資金的一個部位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時候它採取的策略 不是像一般的投資朋友是 一次買進一次就賣出 絕對不是這樣子 因為資金部位比較大的時候 你要採取分批買進跟分批賣出的一個動作 但是當然也不是說分批到很多筆 所以如果會以一般的投資人來說 我們就分批 建議分批的方式是建議以兩筆為基準 所以來到這個位置 以星星來說先獲利賣一半 然後同樣的在2606的一個域名當中 同樣它今天也是出現一個 實質的一個K棒的一個狀況 然後在這一段過程 你會發現它連續上漲兩天 雖然看起來投信好像也有做介入 但是這個投信 基本上我們在觀察 這兩天進來的一個投信買盤 會比較偏向短線的一個部分 會比較偏向短線的一個部分 你沒有聽錯 連投信它也有在做短線的 所以這個邏輯必須要很清楚 所以同樣的以域名來說 拉上來這個位置你先獲利賣一半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說 那賣一半之後 我們先給各位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說為什麼要先賣一半 我們先給各位剛剛看一個重點 來這個是亞東 亞東的分點券商 對 那我要給各位看這個部分是說 你看喔 你看他最近這幾天 他這個呈現灰色的柱狀體往下 對不對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賣超 賣超 亞東這幾天 他過去這三個交易日 賣超了這個2606的域名 賣超2606的域名 賣超了差不多有將近6000張 所以那我們這時候就要去推估 推估是什麼 因為亞東本身2606的域名 本身就是亞東集團 那這個是亞東的自營部 那所以這背負就是說 代表的是2606的域名 在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自營部自己在賣 是 理解這個概念沒有 也是懂得他得是說逢彈上來 做採取一個獲利下車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也是一開始 為什麼我說 這個盤 航運股的部分 目前氣氛正熱 但是在連續上漲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資金 他趁機在獲利調節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投資朋友 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採取一個策略的方式 來到今天這個位置 先分批 這個先獲利賣一半 然後剩下的持股 手下方的停力點 基本上以五日線當作你的一個停力的基準 就可以了 所以走到目前為止 我們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 第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先賣一半 剩下的部分一半的持股 手停力點五日線 然後是不是該加碼 基本上我不認為 在航運股的部分要去做加碼的動作 最後我們再一次複習 有時候我們在看籌碼的過程當中 你這些相關券商的一個這個概念要有 因為畢竟這是同一家的一個集團 亞東證券 亞東這個亞東證券 然後也包含了這個遠東銀行 然後也包含了這個域名 這個是同一組的 然後這邊在最後再給各位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說很多投資朋友可能不知道 這個亞東集團 那個是叫亞東集團 它其實不叫遠東集團 他們叫做亞東集團 其中一個 對遠東百貨或者是遠東銀行 它其實整體來說 這個集團就是亞東集團 許須東、許董 這個邏輯要很清楚 以上是今天提供給投資朋友的 一個航運的一個分析的參考 是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記得加入阿翔老師的Light 讓財經解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量分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多實地的房產業 旅財週刊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週刊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